女人只是不小心被烫了一下 桌上的茶壶镜也动了起来 她疑惑地打开一看 里面居然凭空冒出两张钞票 她试探地又烫了一下额头 茶壶镜动得更厉害 并且里面的钱还多了一倍 于是女人看向桌子 果然这次的钱更多了 女人瞬间意识到 只要自己受伤 茶壶就会变出钱来 于是她坚定地看向橱柜 等到男友下班回到家时 看到满地狼藉 男友还以为家里遭了贼 而此时的二翠也早已奄奄一息 二翠将茶壶可以变钱的事情告诉男友 可男友却觉得她在说胡话 二翠为了证明自己说的是真的 对着男友就是一巴掌 看着同窟里的钱 男友还是不信 他觉得是二翠提前将钱放在了里面 为了彻底让男友相信 二翠便对男友来了一脚好 果然房间里瞬间落下无数张钞票 看着散落的钞票男友也不得不信 到了晚上二翠觉得他们终于要发惨了 但男友却觉得这个事情很诡异 早晚会出事 于是男友来到之前购买茶壶的古玩店 打算将茶壶退回去 可此时的古玩店已经倒闭 他们只好又来到图书馆 想要搞清楚茶壶的来历 通过查阅古籍 他们得知这个茶壶来自2000年前 并且具有神秘的魔法 书中还记载 得到这个茶壶的人最终都死于非命 可此时的二翠却一心只想发财 觉得这不过是一个不知真假的传说而已 可茶壶变出来的却是真金白银 看着眼前金灿灿的茶壶 男友也不想放过如此好的发财机会 毕竟他连房贷都快要还不起 于是他们俩决定搞到100万就收手 为了早日攒够100万 二翠抱着茶壶来到美容店 打算来一个全身脱毛 不仅如此 他们还去纹身 男友把智齿都不打麻药 反正怎么疼怎么爱 短短几天他们就攒够了20万 二翠不仅买了名贵珠宝 男友也提了辆豪车 甚至还买了一套豪华大鼻鼠 就这样两个曾经的社会底层打工人 如今摇身一变成为了人上人 本以为会一直这样挥霍下去 直到这天 他们正在别墅里开party 突然一个中国人找到他们 想跟他们谈一下关于茶壶的事情 可男友此刻不想让别人知道 他们有这么一个宝物 于是便撒谎已经将茶壶捐赠给博物 可此时的二翠根本什么也听不进去 连忙将他关到了门外 可到了晚上 意外还是发生了 女人在路边无意捡到一个神奇茶壶 只要受到伤害 茶壶里面就会喷出钞票 并且受的伤越重 钞票喷的就越多 于是二翠跟男友俩人开始疯狂自虐 本来连房贷都还不起的二人 靠着这把神奇的茶壶 很快就开上了豪车 还买了豪华大别墅 本以为富裕的日子会一直这样下去 可很快意外还是来临 深夜二翠突然被一阵声音吵醒 打开房门一看 原来是两个小偷闯了进来 男友连忙出来制止他们 可谁知胡子男却告诉男友 茶壶是他们家族的传家之宝 是属于他们的 男友本以为他们是打算来抢走茶壶 可谁知胡子男却说他们并不想要 只是想拿走茶壶变出的钞票 男友十分不解 可小偷劝诫他们最好趁早摆脱这个怪物 因为得到他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 为了弄清楚真相 隔天二翠跟男友找到了当初的中国男人 不曾想男人告诉他们 这是一把受过诅咒的茶壶 他会将人的欲望与邪念无限放大 而且拥有过茶壶的人 没有一个逃过惨死的命运 男友询问该如何摆脱他 可二翠却觉得男人所说的话 根本就是在胡扯 只是为了得到他们的茶壶而已 于是他们继续伤害自己来换钱 可奇怪的是 茶壶变出的钱竟越来越少 于是贪婪的二翠带着男友来到酒吧 找了一个最凶神恶煞的恶霸挑衅 男友如愿以偿地换来了一顿暴打 茶壶里的钱也塞得满满当当 可这样下去 他们早晚都会死 可没过多久很快事情又迎来转机 二翠这天竟意外发现 当别人受到伤害时 茶壶也会变出钱来 情侣意外获得一把神奇的茶壶 只要感到疼痛 茶壶里就会吐出钞票 为了获得更多的钞票 女人抱着茶壶来了一个全身脱脑 而男友则更狠 拔至尺都不打麻药 不仅如此 他们还专门去挑衅恶霸 结果如愿以偿地换来一顿胖揍 茶壶里的钱果然源源不断冒了出来 靠着这把神奇的茶壶 二翠跟男友很快就开上了好车 住上了大别墅 可他们的身体马上也要爆粉 可没过多久 事情竟又出现新的转机 这天二翠意外发现 只要别人受到伤害 茶壶也会吐出钱来 于是他们又萌生出新的赚钱方法 他们带着茶壶去看群击比赛 去产房观看别人生孩子 只要有人感到疼痛的地方 都有他们的身影 随着他们的钞票越变越多 二翠也变得愈发贪婪 这天二翠正在开车 看到一个乞丐正在过马路 他顿时萌生出了一个邪恶的想法 他没有刹车反而加大了油门 这种疼痛应该足够让他获得一大笔钞票 幸亏被男友及时制止 才没有酿成悲剧 可贪婪的二翠却觉得是他闯红灯 死了也是白死 二翠表示这个世界这么多坏人 随便找到一个将他们杀死 都可以获得不少的钞票 而且也算是为民除害了 他们甚至还提前挖起了坑 可男友却觉得事情已经不受控制 想要阻止二翠 可此时的二翠早已像中了鞋一样 一心只想获得钞票 于是男友只好找到中国男人寻求帮助 并询问他当初为什么不直接将茶壶夺走 可男人却说茶壶只能赠与不能抢夺 唯一的办法就是你们一起交对我 这样才能消除茶壶的力量 可男人却说现在一切都已经晚了 于是男友晚上回到家中 抱着茶壶坐在窗台 祈求二翠将茶壶交给中国男人 可二翠为了稳住男友 表示只要他下来 现在就去处理掉茶壶 可男友还是看出了二翠眼中的不甘心 他意识到此时的二翠 早已被贪婪蒙蔽了双眼 于是为了让二翠彻底清醒 男友心灰意冷地抱着茶壶 毅然决然地从窗户跳了下去